大家好我是威廉 我是一個全職的旅行攝影師 我之前旅居法國巴黎跟英國倫敦 目前造訪的世界將近40個國家 我今天的講座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覺得在台灣跟時間賽跑的景點 像是我之前在台灣拍攝的嘉義日環石 NioWise彗星 舊樹花公路 羅安堂上西蘭大山 還有最近去的花蓮藍山工作站 這些地方他們有些是拍攝的瞬間很短暫 有些是隨著時間正在慢慢消失 正在崩解的一些景點 我們就從嘉義的日環石開始講起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這是在2020年的6月21號的時候 其實台灣是看得到日環石的 可是日環石它不是說整個台灣都看得到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只有台灣的這個地帶 可以看到正圓環的日環石 而且它持續的時間非常的短 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持續不到一分鐘 所以真的是跟時間賽跑的一個景點 因為我想要拍攝的是它整個日環石發生的過程 所以它是一個軌跡 所以表示我那一天一大早就必須要去 故宮南岳這邊卡位 然後日環石發生之後我還不能馬上走 因為我要把剩下的軌跡也拍完 所以我其實是一路拍到晚上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在那邊等了很久 等到蜘蛛都到我的相機上面去結網 我們要怎麼樣拍出這樣子的軌跡呢 那其實你看的相機它都有功能 叫做間隔攝影 什麼是間隔攝影呢 就是相機會自動在你設定的一個 時間區隔內它會一張一張的這樣子拍 那在離日環石比較久的時候呢 我設的間隔比較長一點 可是到日環石快要發生的時候呢 我剛說不到一分鐘嘛 我就把它設成每五秒鐘一張 這樣就可以確保說 我在它發生日環石的那個過程中 我一定可以拍得到那個日環石發生的過程 那我回去再把這一些 用間隔攝影拍出來的照片 把它疊起來疊合在一起 那最終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我跟時間賽跑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呢就是NEWISE彗星 那其實2020年呢 天空其實蠻熱鬧的 就是日環石一結束之後呢 馬上又有一個彗星來造訪台灣 所以我就選擇去蘭嶼的青青草原 那各位如果有去過蘭嶼的青青草原 你就知道那邊是幾乎沒有光害 晚上你一抬頭一看就是滿天星星的地方 那我就決定要去這個地方拍 可是草原的壞處 它這個地方它就相對沒有一個突出的地景 你比較難拍出一個比較有趣的照片 所以我就決定找一個人去拍出那種借位的照片 好像他要去接住這顆彗星啊 或是什麼樣類似的構圖 那因為想要拍出借位的話呢 我就必須要用長焦鏡去壓縮這個場景 也就是讓彗星跟這個人呢 它看起來比較近 好像這個彗星就是緊貼的這個人一樣 那這樣子彗星它本身看起來也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其實拍攝這類的題材呢 雖然說它出現的時間相對是短暫的 但是你只要經過適當的事前的規劃 其實也是可以一張照片就拍出這樣子的效果的 講完剛剛這一些 屬於第一類跟時間賽法 就是它出現時間比較短暫的這一種題材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來跟大家談一下我講的第二種 就是它正在慢慢消失中的這些景點 那我覺得最好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舊蘇花公路 最原始的蘇花公路呢 它是直接在這個斷崖上面開鑿出來的道路嘛 所以它不可避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 會有很多自然的土石崩落啊 或是經歷地震啊天災 譬如說像颱風之類 越來越多的落石掉落到舊有的這些道路上面 所以讓這地方越來越難到訪 那接下來呢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 也是算是在消失中的一個景點好了 那這個就是阿里山的綿越線 那綿越線呢 我們知道它是阿里山呢 其實是過去日治時期 為了要開發這邊的林業資源 而修竹的一個山地鐵道嘛 那綿越線其實就是阿里山主線 它的一個支線 不過呢在後來停止伐木之後呢 這個支線它通車的範圍 就只有從現在的這個藻坪車站 到石喉車站而已 那後來因為經歷過了那個八八風災 還有九二一地震啊 現在連這個綿越線 從藻坪到這個石喉的這個路段 也沒辦法通行了 所以說你如果要到這個石喉車站的話呢 就變成說你要徒步進去 那沿路上呢你就會看到這種 開始慢慢長出綠巢啊 或者說慢慢被土石給掩蓋的這些軌道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地點呢 就是阮安塘 那我們剛剛知道剛剛的那個綿越線 它其實算是林業遺跡的一部分嘛 可是我去的時候呢 就是只有走鐵道而已 其實沒有看到太多過去林業 留下來的一些遺跡 所以我就想要看一個比較完整的林業聚落 所以我後來就先去造訪這個地方 它叫做阮安塘 那它其實本名不叫阮安塘 它的原名叫做舊人倫工作站 那這個工作站呢 它是設立在1960年代 那它的高峰期的時候呢 其實有超過100人在這個區塊裡面工作 那後來就是因為停止伐木之後呢 大概在1980年代左右 因為政府頒布法令 然後就禁止伐木之後呢 這邊就整個廢棄掉 所以現在要走到這個舊人倫工作站的話呢 我們必須先到南投的這個雙龍部落 然後大家接駁車到現在還伐木的那個林道的終點 然後再徒步走一天 才有辦法抵達這個舊人倫工作站 阮安塘這地方呢 它沒有我想要的那一種時光膠囊的感覺 我比較想要看到的就是說 時間就暫停在這個地方 沒有再繼續前進 這地方呢叫做藍山工作站 那藍山工作站呢 它其實是位在花蓮非常深山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它特別呢 就是因為它結合了 有點像結合了棉月縣跟那個 蘭安塘 它有三地鐵道沒有錯 然後它也有保存很完整的這個 過去伐木的這個聚落 那而且呢 它其實裡面都已經保存的狀態都非常良好 所以我就決定我一定要去一趟 可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邊真的非常的深山 這邊是花蓮的吉安鄉嘛 然後我是我從這邊搭的那個 搭車到登山口這邊 走了兩天半才終於到那個藍山工作站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呢 就是這一次我覺得我跟時間賽跑輸了 那我朋友四月來的時候呢 其實這兩棟都還是好的 可是我在六月的時候去呢 它就已經倒塌了 所以就表示說這個地方它其實是快速消失的 那很可惜的我在這一次呢 我沒有跑贏時間它已經倒塌掉了 其實我過往呢 我帶上山去拍攝的器材 就跟我平常旅行的一樣 我就是帶一個廣角鏡啊 14-30然後24-70 再70-200再加一個兩倍的真距鏡 然後再搭一個空拍機這樣子 可是這些地方走久我就發現 其實帶這個setup其實不太make sense 不太合理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我 我不是隨時都有機會可以更換鏡頭的 就像我走那個藍山工作站的時候 我說我要跪在地上爬那個鐵道嘛 那個時候我就不可能隨時可以更換鏡頭啊 那再來就是剛剛這個setup它的重量很重 對 那像我在過那些比較脆弱的地形 或是說那些結構的時候呢 這個重量其實它是一個安全的考量 不是說我背不背得動 它其實是一個安全的考量 有時候我背太重 可能那個結構承受不住 它可能會垮掉 會帶來我人身上的危險 所以其實重量也是一個考量 所以後來我就重新思考一下 我的器材的一個setup 所以後來就覺得其實在拍攝這類的題材的時候呢 其實24120這樣的鏡頭 它是蠻方便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那個焦段涵蓋的範圍很廣 那它拍攝的彈性很大 就是你在路上看到什麼樣的題材呢 基本上你都可以涵蓋得到 那在途中呢 你也不用因為要換其他的鏡頭 而中斷你的拍攝的一個流程 它的重量已經體積很小 大家知道你看的2470是82mm的嗎 然後它這只有77而已 它整個size小很多 它雖然說比較輕便 然後拍攝的那個焦距範圍也比較廣 可是它在畫質上面也沒有妥協喔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是S鏡 就是它畫質是有保障的 所以我之前我拿到這顆鏡頭的時候 我把它跟2470做直接的對比這樣子 其實我發現我幾乎看不出 它們在畫質上面有任何的差異 所以我覺得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鏡頭 那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再搭配這個1430這種廣角的話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像剛剛那個藍山工作站好了 有時候我們拍室內還是真的需要比較廣的焦段嘛 所以搭配1430這樣的鏡頭呢 你可以拍攝到的題材就更廣泛更完整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我之後如果還要再去拍攝這樣的題材的話呢 我可能就帶這兩顆就夠了 就不用像剛剛一開始背的那麼重那麼大一包 你如果是想要輕便旅行的人的話呢 我就會覺得你使用2100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或者說你只想要做一些簡單的生活紀錄 你不想要用很多顆鏡頭 你想要一顆搞定的話呢 其實也很適合24120 所以我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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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這個24120這個鏡頭 還有兩顆是有го 對於是有бо哥 是什麼む? 那是我在他影片下載的那是有質素拿來的 所以可以按一下 就發生了會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